宝宝健健康康,肯定是每一个怀孕的准妈妈最大的心愿了,宝宝要是出了一点点问题,最痛苦的就是妈妈了,很多女性本来生活也很潇洒,但是一怀孕,立马就成了养生专家,从各方面都开始约束自己,是怕自己的一点不良生活习惯,给宝宝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其实,准妈妈对宝宝的呵护,从衣,身,住,行四个方面入手就很完备了,而且会很清晰。 一,女性怀孕期间要穿宽松的衣服,不能穿紧身的衣服,不大要保持腰腹部轻松,裤子也要松弛一点的,不能选择太紧的,有些女性为了身材骂妙会选择束腰装,怀孕期间万不可取, 而且最好备孕时就不要再穿了,怀孕的时候也不要穿高跟鞋,本来肚子就大了,身体不平衡,再穿高跟鞋容易摔倒,很危险。 身,怀孕之后吃饭最好自己在家里做,外面饭店一般都会放很重的,味精等小料,对孩子不好,而且味道太刺激的也要少吃,像火锅,烧烤之类的。 自己在家里做,清淡就好,安全可靠,计口方面结合老人和医生的说法,以医生为主,日常多吃水果,饮食要均衡,住,要保证睡眠充足。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,冬至熬夜到两三点,每天要控制接触手机,电脑的时间,不能像以前一样肆无忌惮的玩手机,尽量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安静,保持心情舒畅。 行,孕妇出行要少,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,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和孩子,出行要少,可也不能总是宅在家里,要适当的锻炼。 每天早晨和傍晚,在小区里人少的地方翻贩布,经常参加一些孕妇体操,孕妇瑜伽和游泳等项目,对分免帮助很大,对胎儿发育也很好。 孕妇作为一家之宝,当然需要很多特殊待遇,也只有在这个时候,女人才能真正享受到公主一样的待遇,好好珍惜吧,千万别委屈了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